这很正常呀 因为普通人不了解嘛 像正常的手臂 男生可能比如说30厘米 那我的手臂有57厘米 然后体重的话 比赛的时候达到120公斤 平时在140公斤左右 是要超过自己身体极限的这种强度去训练 握推的话是220公斤 深蹲是300公斤 硬拉也是300公斤 陆成辉 见美界的洪荒巨兽 或许这些画面看上去会让人有些不适 但他却是披着五星红旗 第一位在国际健美黄金蓝赛中夺冠的中国面孔 最近刚刚成为刘更红女孩的我不禁好奇 健美和健身到底有什么区别 从普通人到健美巨兽 陆神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 备赛的话 三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什么都不做了 每天就是吃饭 休息 训练 一天训练时间可能在六个小时以上吧 不备赛的情况下 每天其实练一个小时就足够了 这个我们没有刻意地去计算每餐的那个热量 每公斤体重摄入的两颗蛋白质 按这个比例去摄入的 3000卡左右吧 因为你没有那么高的热量 你的肌肉维持不住 当我问陆哥 他的巨兽及好身材是怎么练成的时候 他的回答着实出乎意料 没有人刚开始都想练成大块头 我其实刚开始比较喜欢周杰伦 然后那个时候听他的歌 看MTV 他里边那个身材比较吸引我 所以我就希望自己也练成他这个样子 2001年 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健身房 开启了我自己健身之路吧 当时的健身的人群并不是那么多 那个时候健身房也没有像现在一样 这么全面 机械也很少 就是一些哑铃杠铃 很简单的这些东西 被教练练哭过一次 就是练腿嘛 主要是因为觉得 我花这么多钱挺难过来 我是过来受他的折磨的 就很痛苦 所以就崩溃了 不过我也就哭了那一回 建美这个行业其实是不挣钱的 都是个人爱好 他做不了一个职业 你不可能说通过天天锻炼身体 你就有钱了 很多的一些建美选手 包括一些网红 还有很多健身爱好者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很多人就可能是消防员或者是警察 有一些可能是做生意的一些老板 1988年 陆成辉出生在徐州的一个普通家庭中 没有光环没有后台 他干过保安 租过厨师 甚至撒水车工人 一边打工一边坚持健身 我父母很早就离婚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出来住了 我那份工资300多一个月吧 一天十几块钱 我没有健身服当时 很多T恤都是穿 最后把它自己再剪成背心这么穿的 每个月挣的钱就只够买吃的 更不用说买什么好衣服的 不可能 在当时我那个条件之下 我也自己也没有什么别的技能 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来养活自己 我上学上到初中我就不上了 就这文凭 你上哪找轻松的工作去上班 你说你让我去办公室上班 你也不要我呀 转机出现在2008年 陆成辉在江苏省级健美比赛上夺冠 之后几年他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展露头角 十年谋一见 2018年他披上五星红旗站在国际舞台 一战风神 之后他名气越来越高 也成立健身学院帮助更多年轻人 但伴随走红而来的也有颇多质疑 面对不理解 陆神渴望更多转身幕后 如今的他专注经营自己的网店 把爱好变成一项更稳定的事业 我是从13年开始做网店 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自己当客服 然后自己设计 早期的时候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的精准的这种客户群体 很多健身人他们买不到比较合身而且好看的衣服 以前可能我们去健身房锻炼 你就必须要穿一身运动服才能去 现在你可以穿的正常的一个卫衣 你也可以穿到健身房去训练 再加上我们就是设计感吧 优势在这里 国潮风格的无性别穿搭就比较大众化 没有什么logo主要是靠拼接和设计感 也比较基础的那种大地色以为基础的一个衣服 所以适合于所有人 萌木马体重应该是在120左右 四个叉的你连270斤都可以穿 14年的时候双十一卖了有多少钱 卖了7000块钱 突然一下你的信心就有了 我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在提高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把自己这些成绩能够拿出来 等我什么时候能够 能在我们内幕做到最好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说 大众现在对于健身和健美这两个东西 它的区分比较模糊 你去街上溜弯也是 跑步 打球 乒乓球 羽毛球 这些都属于健身一类 但是我们练健美就是说要达到一个竞技层面 是要超过自己身体极限的这种强度去训练 相对于健身来讲是很伤身体的 还有你的神经方面的压力 需要用大脑控制你的身体 你的心脏会超负荷的去跳动 心血管压力很大 如果说作为一个还没有健身或者说有健身的想法的一些小白来讲 你去到健身房你就稍微先练一练 让自己开心就好了 并不是要说你第一次去训练 你就必须要练得多猛 大家都有这个习惯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现在我还在练 还是在做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觉得练这个东西是很孤独很辛苦的 但是你当你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并没有这么感觉 大家大概 下次见 还原订 小铆� now 还记得 回 Town 你 回来 ー 回كم 我想 正